6月14日凌晨2点,广东省和原市原城区紫荆桥发生垮塌 据悉垮塌位置是紫荆桥左岸第34两个副孔 经过河时,有两辆小车坠入江中 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全力搜救 当地的街道办工作人员目击了事故发生时的惊险情况 大概2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来巡查 然后要看一下那个水位的涨幅的程度 就住在那个有隐患地点的那些人 就给安置到那些安全的地方 还有看一下有没有安全隐患 然后就是检查到那个胜利村13号码头的时候 就在拍水位高度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后面就是这个紫荆桥 在那边能看到的 然后听到后面有声响 然后就回头一看就发现这个桥就断了 断了之后就是立刻上报我们那个城东的领导嘛 然后然后还有那些打一些相应的那些110120这些嘛 然后他们是把队的来就是先把路封了嘛 然后拦了把那些正要上那个上这个条的那些车 几辆车就给都拦住了嘛 记者了解到事故中共有两辆汽车受到波及 其中一辆汽车的司机已被救起送至河源市中医院救治 暂无生命危险 该名司机事发时驾驶一辆小汽车 车内载有一名乘客 目前该乘客情况不明 另一辆落入江中的汽车 车内司机一人无乘客 司机目前下落不明 据了解参与现场搜据的船舶共11艘 目前由南海救助局派出的救援队和惠州蓝天整救队 正在事发现场进行救援工作 但水流较急给车辆打捞工作增加不少难度 随后记者在医院也找到了被救起的伤者邝某 听他讲述了事发经过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水底了 第一反应 先摸这个玻璃 然后再解安全带 然后呢就再拉我后面那个 因为我车上还有一个人 我就拉他 我感觉到就拉他 他拉不出来 我已经也喝了好几口水了 所以就没办法 我救不了他 或者怎么样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 是死是活 我也希望到活着 另一方面 紫荆桥所在的何元市 由于近来连续的暴雨天气 目前受灾严重 据统计 截至6月13日14时 何元市受灾乡镇93个 受灾人口超28万人 倒塌房屋4092间 冲毁桥梁196座